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 就是用高斯定律来求电厂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球体 整个球体 它的里面均匀分布了电荷Q 就是电荷总电量是Q 均匀分布在这个体积里头 现在要求外面跟求里面任何一点它的电厂 我们现在要求电厂 以前我们想过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马上就做 你分析一下 我们求电厂到底有几个方法 有哪些方法 现在要用什么方法 首先我们就看电厂它有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还有就是高斯定律求电厂 那这个是什么 是连续分布 当然我们可以用积分的方法 用连续分布电荷的公式把它求出来 但是那个积分非常麻烦 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 因为这个电荷分布在这个球体内部 而且是均匀分布 因此它对这个球心来说 它是球状对称分布 所以球状对称分布就是说 对球心距离R远的地方 它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那么这叫做球状对称分布 那这是有对称分布的一个电荷 所以它的电荷可以用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专门求一些 有对称分布的电荷的电荷 我们首先就把高斯定律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我们就想 这高斯定律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它说你对于任意一个封闭面里头 装出来的总电通量 要等于ε0分之1乘上Q&Co Q&Co就是说你这个封闭面里面 所包含的net charge 电荷的净值 因此这个是一个封闭面里头 装出来的总电通量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封闭面 对不对 封闭面呢 你当然可以随便做 随便做一个封闭面 它装出来的总电通量都等于这个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随便做一个面 那这个面上的电厂 你现在要求电厂嘛 对不对 所以电厂一定要积分 积出来嘛 你积不出来 好 现在我们就说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高斯面呢 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 封闭的同心球面 封闭的同心球面 现在我们先求球体外的电厂 那你就取一个半径为R 的同心球面 就是说它的球心也是在这个球体的中心 为什么要求 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面 我们现在就来告诉各位 你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很重要很重要 你看当你做一个同心球面的时候 那这个面上面的任何一点 在任何一点 你往里头看 你都会看到 内部有一个半径为R的球体 它的总电量是Q均匀分布 任何一点看都是一样 距离了什么都一样 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些电荷 在这个面上的任意一点 产生的电厂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的电厂比较大 哪一点的电厂比较小 因为大家面对的都一样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面上的电厂 它是一个常数 一等于常数 因为它是球状对称 这是大小式常数 那方向呢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点 这一点的电厂 我们可以从对称来看 比如说你在这里取一个DQ 它在这里产生的D1 是朝这一边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对称的地方 找一点跟它一样 一模一样的电荷 点电荷DQ 那它产生的电厂 是朝这一边 所以 这个电厂跟这个电厂 大小一样 夹的角度也一样 因此 这两个向量的核向量 就是这个方向 它的切线分量都等于零 只有这个分量 只有这个 圆半径的方向 的分量会加起来 因此 你所有的点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这点产生的电厂 一定是R univector的方向 就是圆着半径 向外的方向 好 那么 电厂有这样的一个 可爱的特性 我们就很容易积分 现在我们要取DA 这个DA也是 这个高斯面上面的 你什么地方求电厂 就在什么地方取DA 我在这里取一个 面积基数 因为面积基数也是 球面的一部分 所以它的法线方向 就是面积基数的方向 也是R的方向 也是R的方向 那有了这两样 我们这个积分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们就看 刚刚我们分析有这个条件 对不对 那现在看高斯定律的左端 1就是这个 DA就是这个 这两个DOT R univector DOT R univector 就是1 它就变成这样 这就变成纯量 纯量 那么因为电厂又是常数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常数提出来 那GDA 那就是这个 面上的DA积分 就是整个面的面积 就是4πR平方 左边这个积分 很快就积出来 对不对 右边 有Q and closed Q and closed的意思就是 高斯面 高斯面所围住的 这个体积里面的总电荷 总电量 现在全部电量都在里面 所以就是Q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带到 高斯定律的 左端 左端是这个 右端 这个 Q over Epsilon Zero 所以我们就得了电厂的大小 是这个 你看现在我们做的高斯面 半斤是R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面 这个高斯面来说是常数 所以这个高斯面上的电厂大小 是一个常数 然后我们再把 这个1 带到这个地方来 把电厂的向量求出来 这个就是 在大于 等于R的 这个范围里面的电厂 现在我们要求 导体内部的电厂 内部的话 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导体球了 那我们就在它的里面 做一个高斯面 就是R 取一个R 小于大R 取半斤为R 这个高斯面 这个R是小于 大R 也一样 那这个面上的任何一点 他所面对的 他所看到的 电荷分布 里里外外 通通是一模一样 这一点看到的 跟这一点看到的 电荷分布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说 这些电荷 这些电荷 在球面上产生的 电荷一定是常数 这个方向 也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因为它是球状对称 我们这里取一个DQ 这里取一个DQ 那么在这里产生的 电荷的核向量 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电荷是R univector的方向 你这里取一个DA 这个面积基数的方向 就是这个 发现方向 就是R 就是这个 所以呢 这个就跟前面的 完全一模一样 跟R 大于大二 完全一模一样 那么Q呢 现在的Q不一样了 现在的Q and closed 是指什么呢 高丝面里头的net charge 但是现在的charge 在高丝面里面 不是全部 它是一部分 因为 还有一部分在这个外面 它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 那这个里头的电量 是多少呢 它就是等于密度 乘D套 我们取一个 密度乘上一个 小D套 积分 那这个密度 第二个密度 就是Q 被三分之四 π二三次方来除 就是原来这个体积来除 然后这个是个常数 可以提出来 然后D套就是 高丝面所围住的 这个体积的 这个体积 就是三分之四 小二三次方 这个约了以后 就变成这个量 于是 我们就把这两个 带到高斯定律里面去 高斯定律 这边是这个 那右边呢 它是这个量 原来这个量 over一个 Y0 所以这个等式 你不能看出 电场就是这个 电场也是个常数 因为你这个高斯定律 R是常数 我们再把它带到 向量式里头去 1 向量等于1 乘上R Univactor 就是这个 用高斯定律 来修电场 这个方法 我希望各位 回去好好地思考 你初学它 你一定要 按部就班的 从什么样子 取高斯面 怎么样分析 高斯面上的 电场的大小 跟方向 然后 再来 带到柿子里面去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这么做的话 将来 什么叫高斯定律 你都记不住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七个例题 这里也是一个 球状 半斤维R的球面 这个时候是球面 不是球体 它是一个球面 那这个Q呢 Q的总定量 就分布在这个面上面 因此面上的电荷 表面电荷 迷突是一样的 均匀的 现在要球 这个球面外面 球面外面 跟面里头 任何一点的电场 你要做问题 这时候 我说过 你不要急 要球电场 你就把球电场的方法 全部算一遍 全部算一遍 然后这个是一个 什么分布呢 是连续分布 我们当然可以用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积分来求 积分来求电场 但是 很麻烦 对不对 你积分要取这个面积 积数 这是二维积分 因为它的电荷 分布是均匀的 所以它对这个球心来说 半径为R的地方 为大R的地方 这里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所以它有对称 球状对称 有对称性的分布 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你看 我们写高斯定律 是很简单 就这么写出来 但是你凭什么 又用这个式子 你要分析 我这里是 是 讲了好一阵子 但事实上 你熟了以后 你在思考这个 这个方法之前 你怎么算 电荷有几个方法等等 怎么取高斯面 那一闪就过去了 很快 其实就是说 你要用这个式子 不是背出来 我要用这个式子 而是 为什么要用它 你要了解 好 现在我们决定 要用高斯定律了 那你就要知道 高斯定律的物理意义 这边是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电通量 那Q and closed 就是这个封闭面 里头所含有的 电荷净值 那你要取高斯面 像我刚刚说 你随便取一个面 你记不出来 像这个问题 跟前面一样 我们要取一个什么面呢 取一个 同心球面 半径为R的 同心球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分析 这个面上的电场 它所面对的电荷分布 都一样 所以是常数 那又 因为电荷是对称分布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场 一定是R univector的方向 那你这里取一个DA 一定是这个垂直的方向 就是normal的方向 就是半径的方向 如果你随便乱取 我随便取一个 奇奇怪怪的封闭面 可不可以 可以 按照原理来说 从你取的这个封闭面 不管你怎么取 它里头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一定等于这个面里面的电荷镜子 被它 被Y0除 可是你随便取一个面 这个面上的电场 不会是常数 不会是常数 也不会说 它跟DA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积分就积不出来 积不出来 你就求不出E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要对称的问题 采用高斯定律呢 就是说你取的面 它要有对称的分布 你取对了这个高斯面 你就可以很容易地 把电场求出来 这个跟前面一体一样 我就不再仔细去做 结果就是这个 我们看里头一点 在求里头 我们也是一样 在这个里头做一个高斯面 半径为R的高斯面 判断都跟前面一样 这个面上的电场 面对的电荷都一样 所以电场大小一样 因为电荷是对称分布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场 一定是原半径的方向 取DA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左边称分就跟前面玩具一样 就是这个 而右边有个Q and closed Q and closed就是这个 封闭面里头的电荷 我们知道这个电荷 是全部分布在这个面上面 里头没有电荷 所以这个里头的电荷 Q and closed就是零 然后我们带到这个高斯定律里头去 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带到这边来就是零 所以 当这个等于零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子就说 这是电荷等于零 因为这是很等于零 那你就要分析四拍不是零 R是随便我做的大小 可以做这么大 也可以做这么小 也可以做这么小 不管你怎么做 这个值一定等于零 那就说 这个不一定是零 这个不是零 但是整个这个是很等于零 那一定是什么 电荷等于零 电荷的大小等于零 因此 它内部的电荷就是零 那么我们本题的答案 把外面跟里头 我们全部把它写出来 外头是这个 里头是零 这个式子 我们做题目的时候很简单 但是我刚才说 你在思考的时候 不是就是一个箭头过来 你思考了很多东西 所以希望各位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地去思考 每一样 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式子等于它以后 为什么一等于零等等 你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问题 电荷均匀分布于无限长 圆柱导体的表面 无限长 像这样画就代表这个 还没完 只是取一段而已 它的表面上 有电荷均匀分布 因为它是导体 我们前面讲过导体的特性 它如果有多余的电荷 一定是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那么它的密度 是Lamina Column per meter 这意思就是说 我取一段 一米长的圆柱体 它表面上面的电荷 全部算起来 是一库仑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圆柱体的半径是R 现在要求 这个导体外面 任意一点的电荷 里头不用做了 因为它是导体 导体里面的电荷 就是零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求这个电荷 你还是一样的分析 把求电荷的方法 全部算一遍 你就不会漏掉 而且你不断地用它 不用它 不断地算它 你就记得住了 这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我们当然可以用连续分布的 电荷的电场 电荷的 电荷密度 连续分布的电荷 但是这个积分很麻烦 那我们知道它有这种对称性 这个时候它对轴来说 是一种对称 就是说周围 对这个轴来说 这一点来说 它周围的这个 一个圆弧 就是表面 上面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所以它有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对称就是说 距离轴二远之处 你画一个同心圆 这个圆 圆上面的电荷密度 都一样叫做 这个就叫做圆柱对称 所以我们知道它有对称分布 所以可以用这个 我这里是没有写这个原因 我用嘴巴讲 我希望各位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加一句话 因为电荷分布 是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四定律 现在用高四定律 我们刚刚说 这是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你要有个封闭面 这个时候我们取什么封闭面 你如果取一个圆 取一个球没有用 要取这样的才有用 取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圆柱面 半径是row 因为它这是圆柱桌标 我们用row来做半径 半径为row 高是h 这样的一个圆柱面 这个面 这个就是高四定律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高四定律 高四面 因为这个面上的电厂 对我们积分有用处 如果你做一个球面 没有用 比如说你这里做一个球面 这个面跟这个面 电厂绝对不会一样 所以它在面上的电厂 不会是常数 所以不能做 这个有办法 我们说 我们把这个面 分做三部分 上底 下底 还有这个弯曲面 三部分 由电厄至圆柱桩对称得之 曲面上面 curved surface 就是这个弯曲面 你在这个面上面 也就是这一圈 你看这个电荷分布 完全一模一样 我看到有一个上下 它只延伸到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它的表面电荷密度 Lamina是一个常数 所以这些电荷密度 在这个任何一个 这个半径位R的圆弧 在圆周上面 它的大小都一样 所以这个全部的面 都在这个圆周上面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个常数 我们令这个叫做E1 曲面的电厂叫E1 然后由电荷的对称分布 我们知道这一点的电厂 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因为你可以在这里取一个DQ 它在这里产生的DA 是这个方向 那你可以在这个 一模一样的 在这个对称的方向 就是这个距离 跟这个距离一样的地方 取一模一样的DQ DQ朝这边 D1朝这边 所以E呢 切心分量约掉了 只有法心分量加起来 就是这个分量 这个方向 所以E1的方向 是Row Univactor的方向 你在这里取一个DA 这个DA也是 这个圆弧的一部分 所以它的方向也是 法线方向 也是这个方向 也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把这 这是曲面了 有一个面了 这样就够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面 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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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 它的电场是常数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底 你看 这一点在这里 有的在里头 同样是这个距离它比较远 这个距离它比较近 所以它有这种分别 所以电场的方向 电场的大小不是常数 可是这个电场的方向 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理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也是这个方向 而你在这个地方 取的DA2 跟这个面垂直 那就是 E2跟DA2垂直 对不对 垂直 在里头 里头一点 E2在里头一点 是零 所以它不是零 就是跟DA2垂直 下底也是一样 下底也是一样 E3 方向 跟这个流一样 是在半径的方向 肉的方向 那在里头的话是零 在这里的话 它跟DA3垂直 这样的分布 这样的分析以后 那我们就把高斯定律的左段 这个封闭面的积分 写成三个面的面积分 曲面 上底 下底 曲面的话呢 因为E1是R的方向 DA1也是R Univector的方向 所以两个一层 就变成层量 对不对 这两个 这个积分 要不是它等于零 就是这两个垂直 它在倒底里头 就是零 到底外面是垂直 所以这是零 这个也一样是零 所以 这三项加起来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E1呢 它是个 等于E 是个常数 可以提出来 那DA的积分 就是这个 曲面的面积 这个曲面的面积 就是等于 2πρ 乘上H 好 左边就求出来了 那右边有一个QN-Closed QN-Closed就是说 这些电荷 被包在这个里头的电量 总电量是多少 那就是包在这里头的部分 它每一公尺是Lamna-Kulon 现在有H公尺 就是这么多 我们就把这个带到 这个里头去 左边 对于右边 所以E就等于 这个字 然后再 把向量写出来 E等于这个 称算Row的方向 这是大于 等于R的时候 里头就是零 我们说过 因为在导体内部 好 这个 你看我们用来解 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 你如果要用 连续分布电荷来求 那这个积分就很麻烦了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常用的 这个结果 以上的结果 都可以用来作为公式 我们说 这里有个无限大的平面 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分布 它的均匀分布 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是Sigma 现在要求 面上面一点 跟面下面一点 的电荷 那现在我们还是一样 你分析 你先算一算 求电荷有几个方法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 因为它是有对称性 对这个面来说 就是说它是一个面状分布 你以这条线来 你随便取一条线 它是一个对称分布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这是要取高斯面 你怎么取高斯面呢 我们就取一个 圆柱面 像这个圆柱面 一半在这个面上面 另外一半虚线化的 另外一半在下面 上面高是H 下面的高也是H 它的这个面积 我们用A来表示 因为电荷分布 对平面是对称的 电荷分布对平面是对称的 我们可以知道 上底 一半 一定等于常数 为什么等于常数 你看你站在上底 任何一点 叫你往下看 你看到什么 距离我H远的地方 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平面上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电荷密度 大家看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所以这个电荷密度 在这个面上产生的电荷 就是一样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比较大 哪一点比较小 所以它就是个常数 因为有对称 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电荷 一定是垂直向上 因为 你可以在这个面上 找一个DQ 这里产生一个DA 但在它的 对称的地方 找个一模一样的DQ 跟它一样的 DA 1朝这边 所以它总电荷 就是朝这边 那总电荷 就是等于1 这个常数 呈上 normal direction的univactor 这个N就是代表 跟这个面 垂直的一个 发现方向 你在这个上面 取一个DA 因为这个面 DA跟这个面一样 方向也是朝上 所以DA1就等于 DA 这是univactor 这是上底 下底 下底 E2 大家都一样 原因就是说 我在这里 在这个面上 任何一点 你往上看 电荷都一模一样 电荷分布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电荷 密度在这个上面 产生的电荷 大家都一样 不太一样 大小还跟这个 这个面上的大小 电荷大小一样 因为距离都是H 所以它的大小 也是这个大小 不过它的方向 是什么 负N univactor 是朝下的 这是DA2 取DA2 它也是DA2 方向负N univactor 曲面呢 就是这个上面 周围的一点 扣在这个面上一点 曲面上面 我们就不能说 E3 是个常数 因为 铜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 距离这个面 比较远 这个距离面 比较近 对不对 你有这个分别 你就不能说 它的电荷一样大 电荷不见得一样大 但是电荷的方向 从对称 电荷对称分布来讲 理由跟这个 一问一样 都是朝上 这个都是朝下 那你在这个面上 取一个DA呢 远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 跟第三 E3垂直 这个方向 跟这个也是垂直 所以 这个一定是垂直 这样就够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蜂蜜面的积分 写成三个积分 上底 下底 跟曲面 上底 一 弯 是N的方向 DA弯 也是N的方向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下底 都是朝下面 所以 到的以后 就变成垂量 曲面因为 这是垂直 这两个向量 垂直 所以是零 那这个E可以拿出来 它基本上 DA就是这个A DA积分 就是这个面积 这个也一样 这个拿出来 也是E 乘上A 所以它是两倍的EA Q N 就是这个 高丝面里头 所包 围在里面的 电量的 净值 那这个面 单位面积有 Sigma Q 那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 圆柱面 它只圈住 面积A的这个 就是表面 只被它圈住A 所以它里头的电量 就是Sigma 乘A 把它带到高斯定律里面去 左边 是这个 右边 就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知道 E 那等于 2Epsilon Zero分之 Sigma 电场大小一样 那么 面上面 是朝上 下面 下面 是朝下 你看 这个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 它的电场 跟它的H 没有关系 说你多高 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我距离这个面 一公尺的地方 跟距离这个面 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场都一样大 它不论远近 都一样大 那就怎么可能呢 如果这个面 不是无穷大 就是这么大 那么一公尺 跟两公尺的电场 都不一样 可是因为它是无限大 无限大 无限大产生的电场 是什么 是平行线 都是平行线 平行线就是说 它电场 不管在多高的地方 电场的大小都一样 虽然你这个高度 有差别 一公尺 一万公尺 但是对无穷大的平面来说 你这个高度算什么 高度差算什么 所以无限大的平面来说 电场是这么大 跟高度没有关系 这个将来 我们常常用 以上介绍的 都是我们常用的 可以当公尺用的 我们一方面 把这个公尺算出来 一方面就 跟各位介绍 我们如何来应用 高斯定律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有两片导体 无穷大 就是不是像我画的 有限大 它延伸到无穷大 延伸到无穷远 前后无限大 上下也是无限大 厚度是一定的 那么这边就带 这边它的电氛密度是 是Sigma 这边是负Sigma 无限大的平面 它的电氛密度 只能用电氛密度表现 不能用总电量 总电量就是无限大 这里是positive Sigma 这是negative Sigma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两个平面 左边跟右边的电厂 是什么 这两个平面 当中的电厂是多大 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用高斯底女座 就是正式的用高斯底女座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前面一个例题 无限大平面 在它的表面产生的电厂 好 我们现在就 你还是一样分析 电厂有哪些方法 求电厂 然后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是连续分布的 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的 像这个 连续分布在无限大的平面 就是电厂 我们求过 我们做过 然后 用高斯底绿 因为它是无限大的面 那么高斯底绿也做过 我们现在就用高斯底绿 前面高斯底绿 这结果来看 就是说你站在这一点 就是这两个面的左侧 你向这边看 你看到什么 看到两个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一个是positive sigma 一个是negative sigma 根据我们前面一个例题 这一点 对positive sigma来说 它的电厂 是等于这个 你看 正电厂在这边 你把一个正电荷在这里 它往这边推 这边我们就当作是 -x方向 -x方向 你在这一点 看这个电荷 是负电荷 无限大的电荷 这个电厂是朝这一边 它吸引你正电荷在这里 被它吸引过来 所以它是positive这个 这两个 它跟它的距离 跟它跟它的距离不一样大 但是因为它是无穷大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大小跟距离没关系 所以这一点的总电厂 就是这两个电厂的向量和 就是这个 加上这个等于零 同样的道理 在右侧 也是一样 你在这里 往这边看 有个positive charge 所以它是朝这边 这个是等于正的 -x方向 你在这里 看这里有负电荷 电厂朝这边 是这个 两个加起来就是零 当中这一点 你在这边看 有正电荷的一个 无限大平面 这里有个负电荷的 无限大平面 两边之间 这一点 从这个电荷分布 产生的电厂 是朝这边 根据这个电荷 产生的电厂 也是朝这边 大小都一样 所以这两个加强 就是这么大 两片之间的总电厂 是这么大 OK 那么 就要记得 这个结果 我们很重要 就是 这个可以当公式用 可以当公式用 两个 以后我们用 有这个capacitor capacitor 我们就 因为capacitor 两个 起板之间的距离 非常小 可以当作 它当中的 就可以当作 两个无限大的 带电平面 所产生的电厂 旁边差一点点 我们可以忽略而不计 所以当中的电厂 就是这么大 两旁 就是这个 两个 到底表面 外面 电厂是零 只有里头有电厂 这个可以当公式用 OK 好 以上你看 我们用 高斯定律 做题目 快得很 对不对 不需要 很难的积分 但是 要知道 高斯定律 它也有 它适用的范围 它适用的范围 就是说 电厄 需要有 对称性的分布 如果不具 对称性的分布 你用高斯定律 求不出电厂来的 高斯定律 不可以用来求 没有对称分布的 这个电荷分布 比如说 像这样的一个 区域 它的密度 处处不一样 处处不一样 好 我们要求外面一点的电厂 你怎么求 你取什么样的高斯面 你取一个球面 这个球面上的 电厂不会是一样大 因为 你站在球面上面 看这个电荷 处处都不一样 所以 电厂不一样大 那你这个积分就接不出来 所以说 这个不能用高斯定律 像这种分布 原因就是说 我取不到适用的高斯面 取不到合适的高斯面 那你说 像这种总可以了吧 这一段长度 的导体 我Q分布在这个上面 这不是无限长 一段长 你说我总可以做一个高 用高斯定律来做吧 像刚刚做个 圆柱面 不行 原因就是说 你即使做一个高斯面 你这一点的电厂 跟这一点的电厂就不一样 因为这一点 比较靠近端点 这一点是在终点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面上的电厂 不是常数 那你就不能做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内提可以 看看内提是无限长 无限长的话 你在这里看它也是无限长 你在当中看这个也是无限长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无限长可以用 你有限长的话 就不能用 要注意 像这个 不可以用 我们再看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样的一个导体 假定是一个导体 上面的电荷密度 是Sigma Sigma 你不能够求这个任意一点 任意一点的电厂 你不能求 因为你求不到高斯面 求不到适合的高斯面 你是体积电荷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说这是一个导体 我要求这个上面 外面的电厂 没有办法求 高斯面没有办法 但是我可以求表面上的电厂 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导体 它有多余的电荷 不会分布在里面 一定全部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而且导体里头的电厂 一定是零 导体的表面 因为有电荷分布 如果有电荷 有多余的电荷 一定分布在表面 所以它有电厂 那那个时候 我们用高斯定律 已经证明 它的电厂是怎么样 一定要跟这个表面垂直 因为你不跟表面垂直的话 这个电厂有缺陷分量的话 这个导体就会跑 所以它就不是静电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说 这一点的电厂没办法做 但是我可以求表面上电厂的大小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说 导体表面的电厂 跟导体表面垂直 我们没有说这个电厂有多大 那时候求不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外面一点没办法做 这一点就在表面上可以 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取 圆柱状的高斯面 这是圆柱状的高斯面 外面有一个底 里头也有一个底 OK 外面的底 就贴到这个表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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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也有很小 很小很小 就是 这个面也很小很小 里头这一部分 连曲面 连这个 通通在导体内部 好 那么我们从高斯定律就知道 内部 反正在内部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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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内部 电厂都是零 因为它是导体 好 外面呢 就是这个面而已 这个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电厂跟表面垂直 所以电厂一定是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面呢 非常小 非常小 OK 所以 Delta A 就等于D A了 那么取 我们取 这个面是D A了 你这个面当然 就是跟表面垂直的方向 你把它带到这里头来 E.DA 内部 就是 整个高斯面 可以分成内部 跟外面 里面呢 因为电厂是零 就是零了 外面呢 你看 E也是N的方向 DA也是N的方向 所以带进去就变成 E乘DA E它是一个 我们说 因为这个 面呢 非常小 非常小 小到你这个DA E在这个面上面 没有显著的变化 所以E可以视为常数 然后这个DA的积分 就是Delta A 所以 整个 左边 积分就等于这个 然后右边呢 右边 这个地方的 它所围住的一个 电荷 就是在表面上面 就是这个地方的局部表面 想定它的大小是Sigma 那它就是Sigma乘Delta A 这两个相等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这个等于这个 所以电草就等于这个 然后呢 因为表面 电草是Normal Direction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后我们各章里面要求 导体表面的电荷密度 就用这个式子求 这是局部的电荷密度 你知道这个地方的电草是多少 你就可以求它的电荷密度 我说过这个很重要 要记住 Sigma是局部表面的电荷密度 导体局部表面的电荷密度 好 这个 这个 问题很重要 要记住 我们休息一下 再往下讲